圣经教导说 旧约的律法是一系列神圣的规则 它被赐予作为神子民的以色列人 来规范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直到耶稣基督到来时是其成就 当耶稣成全了律法 神的子民就从律法里得着了自由 并且被呼召过公义的生活 不是出于害怕惩罚 而是出于对神和他人的爱心 诗篇119章97节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 98.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99.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因我思想你的法度 100.我比年老的更明白 因我守了你的训词 101.我禁止我搅走一切的邪路 为要遵守你的话 102.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教训了我 103.你的言语在我 糖上糖何等干美 在我口中比蜜还甜 104.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 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 诗篇119章104节 理解旧约的律法 旧约的律法 就是人们熟知的摩西律法 是一套规则体系 专门赐予以色列人 来规范他们的行为 它不是永久地赐给所有的人 《立位记》26章46节 这些律例 典章和法度 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 在西奈山借着摩西立的 《立位记》26章46节 《罗马书》9章4节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 应许 都是他们的 《罗马书》9章4节 旧约的律法被赐下 是为了显明神是圣洁的 还有作为神选民的以色列人 也应当圣洁 以使他们区别于世界上其他的人 他概述了各方面的生活方式 以显明他们是神的选民 《出埃及记》19章5节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出埃及记》19章5节 六节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 您要告诉以色列人 《出埃及记》19章6节 旧约的律法 是一组由超过600条法律 诫命 典章 定律 和审判 组成的单元 每一条律法 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一些 澄清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一些 为了说明得罪神 要得赦免的话 应该做什么 一些 一些为了规范他们 应该怎样穿戴和饮食 一些 命令了 要被庆祝的特定盛会和节日 其他 就好像司法和民事法律那样 管理生活 在那个时代 和文化下的人们 旧约的律法 提供给以色列人一个 战时性的赎罪的方法 律法要求罪人 以死作为罪的惩罚 但是 他允许 以动物的死亡 和特定的祭品 来战时性的赎他们的罪 他永远 也不能使得一个人完全 因此 律法 只是一个将来美事的影 西伯来书 十章一节 律法 既是将来美事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 长线一样的祭物 叫那进前来的人 得以完全 西伯来书 十章 一节 二节 若不然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捷径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三 但这些祭物 是叫人 每年 想起罪来 因为 牛 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 除罪 西伯来书 十章 四节 当亚当 向神犯罪的时候 罪和死亡 进入了世界 罪和死亡 就做了从亚当 到摩西时期的王 虽然 那个时候 律法 还没有被赐下 所以 律法 被赐下的目的 是让人们 对罪 有更多的认识 是 律法 使之了解 什么是罪的标准 他让罪 因着诫命 更显出是 极恶了 罗马书 三章 二十节 所以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 因 刑法 律法 能在神面前 称义 因为 律法 本是叫人 知罪 罗马书 三章 二十节 罗马书 五章 十二节 这就如 罪是从 一人 入了世界 死 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 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 都犯了罪 十三 没有律法 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十四 然而 从亚当到摩西 死 就做了王 连那些 不与亚当 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 要来之人的 预想 罗马书 五章 十四节 罗马书 五 七章 七节 这样 我们可说什么呢 律法 是罪吗 断乎不是 只是 非因 律法 我就 不知 何为罪 非律法 说 不可起贪心 我就 不知 何为贪心 八节 然而 罪 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 将猪般的贪心 在我心里发动 因为 没有律法 罪 是死的 九节 我以前 没有律法 是活着的 但是诫命来到 罪又活了 我就死了 十节 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 反倒叫我死 十一节 因为罪 趁着机会 就借着诫命 引诱我 并且杀了我 十二节 这样看来 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 也是圣洁 公义 良善的 十三节 既然如此 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 断乎不是 叫我死的乃是罪 但罪 借着那良善的 叫我死 就显出 真实罪 叫罪 因着诫命 更显出 是恶极了 罗马书 七章 十三节 加拉太书 三章 二十四节 这样 律法 是我们 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 基督那里 使我们 因信 称义 加拉太书 三章 二十四节 耶稣 成全了 律法 脱离 律法 因为 罪的后果 是死亡 所以 律法的 权势 是大的 但是 当 惩罚 被满足 的时候 律法 就失去了 权势 所以 按照神的 旨意 耶稣 一次性 彻底的向 罪 献上 自己的身体 因为 他一次 对罪 完全的 献祭 我们因着信 便得以 永远 完全 律法 不能再 因为我们 做错事 而定我们的罪 因为罪的代价 已经被 完全 偿付了 希伯来书 十章 母节 所以 基督 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 预备了身体 六 翻记 和赎罪记 是你不喜欢的 七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 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八节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翻记 和赎罪记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九节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 它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 立定在后的 十节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 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十一节 凡 祭司 天天站着 侍奉神 屡次献上 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 永不能 除罪 十二节 当基督 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记 就在神的右边 坐下了 十三 从此 等候他仇敌 成了他的脚凳 十四 因为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 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西伯来书 十章 十四节 罗马书 七章 一节 弟兄们 我现在 对明白 律法的人说 你们 岂不晓得 律法 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二 就如 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 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 就脱离了 丈夫的律法 三节 所以 丈夫活着 他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 他就脱离了 丈夫的律法 虽然 归于别人 也不是淫妇 四节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 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 也是死了 叫你们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那 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 结果子的 给神 五节 因为 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 律法而生的 恶 就在我们 肢体中发动 以致 结成 死亡的果子 六节 但 我们既然 在捆我们的 律法上 死了 现今 就脱离了 律法 叫我们 服侍主 要按照 心灵的 信仰 不按照 一文的 旧样 罗马书 七章 六节 因信称义 律法是好的 圣洁的 并且 如果一个人 可以遵行 整个律法 它就是公义的 但是 律法最终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 可以借着它 达到公义 耶稣 终止了我们 试图 借着遵行 律法 而取得 公义的 努力 并且 告诉我们 借着信 它会 无偿的 赐给 我们 它的 公义 罗马书 八章 三节 律法 既因 肉体 软弱 有所 不能 行的 神 就 差遣 自己的 儿子 成为 最深的 形状 做了 赎罪 祭 在肉体中 定了 罪案 四 是 律法的 义 成就在 我们这 不随从 肉体 只随从 圣灵的人 身上 罗马书 八章 四节 罗马书 十章 四节 律法 的总结 就是基督 使凡信 他的 都得着 义 五节 摩西 写着说 人若 行那 出于 律法 的 义 就 必因此 活着 六节 唯有 出于 信心 的 义 如此 说 你不要 心里 说 谁 要 升到 天上 去呢 七 谁 要 下到 阴间 去呢 八 他 到底 怎么 说呢 他说 这道 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 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 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十节 因为 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十一节 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十二节 犹太人和希腊人 并没有分别 因为 众人同有一位主 他也后代 一切求告他的人 十三节 因为 凡求告主明的 就必得救 加拉太书 二章十六节 既知道 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 耶稣基督 连我们 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 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因行律法称义 加拉太书 二章十六节 加拉太书 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 受了诅咒 就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诅咒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诅咒的 十四 这便叫 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 因信 得着 所应许的圣灵 加拉太书 三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 三章二十三节 但这 因信得救的理 还没来以先 我们被 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道 那将来的真道 显明出来 二十四 这样 律法 是我们 训盟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苏那里 使我们 因信称义 二十五 但 这因信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 就不在 师父的手下了 二十六 所以 你们因信 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加拉太书 三章 二十六节 废除风格 旧约的律法 被赐给犹太人 以使他们和别的人 不一样 但是 耶稣通过他的死亡 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 拆毁了中间 隔断的墙 律法不再是我们之间的屏障 而任何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都可以和神亲戚 以福所书 二章十一节 以福所书 二章十一节 所以 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 按肉体 是外邦人 是称为 没受割离的 这名 原是那些 凭人手 在肉身上 称为受割离之人 所起的 十二 那时 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十三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十四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十五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 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十六 记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 便借着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十七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十八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十九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二十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 自己为房角石 二十一 各房靠他联络得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二十二 你们也靠他 同被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以福所书 二章 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 五章 十七节 不在律法之下 而在恩典之下 成全律法 耶稣 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而是写在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上 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他的话 都必须应验 他通过他的生命 死亡 埋葬和复活 成就了这些 所以 律法 因为是神的话 总是应当被敬重 且 对今天的我们 还是有好处的 但是 他不再约束神的子民 马太福音 五章 十七节 莫想 我来 要废掉律法 和先知 我来 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十八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 一话 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 马太福音 五章 十八节 从律法中得释放 信徒不再受律法挟制 意味着 律法的能力 就是他的惩罚 不再存在了 我们自由地活着 不再因害怕律法的惩罚而恐惧 我们永远不再被定罪 神允许他的子民 活在他无常的 不配得的恩惠王国 住在他的恩典中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罪 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罗马书 八章一节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罗马书八章一节 义的奴仆 从罪中得了自由 并且允许我们成为义的奴仆 虽然罪的惩罚被废掉了 但是他没有使罪 不再使罪 在律法被成全之前 律法的大部分 包含着对以色列人 战时性的诫命 因为他被成全了 律法的那些部分 不再是必要的 或者是约束人的 因为他们已经被兼顾了 律法的其他部分 包含永久的诫命 意味着那些罪在律法时代之前是罪 在律法时代之后 仍旧是罪 这些诫命或者罪 永远是不能违背的 信徒不应当做这些事 因为他们是抵挡神的 新约启示了我们 律法的哪一部分是永久的 哪一部分是战时性的 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 罗马书六章一节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 罗马书六章一节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 这却怎么样呢 我们在恩典之下 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 断乎不可 罗马书六章十五节 罗马书六章十八节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就做了义的奴仆 罗马书六章十八节 罗马书八章四节 使律法的义 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罗马书八章四节 爱心是最大的命令 今天信徒通过圣灵的力量 应该遵守两大带着爱的诫命 一 要尽心尽性尽意 尽力爱主 你的神 二 要爱人如己 我们的生活应该被这两个命令掌管 并且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 那么我们不需要担心再犯罪 我们不想要犯罪 因为我们正在尝试爱神和他人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六节 夫子 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三十七节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 爱主你的神 三十八节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三十九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四十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节 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 弟兄们 你们蒙兆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十四节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书六章二节 复习题 律法被赐予给谁 律法的目的是什么 谁成全律法了 怎么样成全了 信徒在律法之下吗 为什么 给信徒的命令 是什么 这一句话 是什么 质楼的 质楼的